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川工业机器人入门与进阶培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李陶 这一小节我们学习点位视觉 我们首先看一下点位视觉的基本原理 机器人点位视觉是以各视觉点作为基准 然后指定两点之间的插补方式 以及这个指令的速度 然后系统会自动推算出中间各点位的动作 以达到使用者指定的位置和移动方式 我们举例这一个是它的起始点 这呢是它的视觉点 从起始点到视觉点 我们中间使用了MOVG 使用这一条移动指令 作为这两个点位之间的插补方式 机器人在运行的时候就会以MOVG 这种叫关节插补的方式 由起始点移动到这个最终的视觉点 这个就是机器人点位视觉的原理 下面我们在这个软件上面 来实际的操作一遍 首先我们先复习下上节课 我们重新新建一个程序 点击 Jo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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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点击这个创建新程序 好 我们输入一个程序名 这边点击选择 输入一个程序名 就e 好 输入好之后 我们点击回车 再点击执行 这样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一个新的程序 好 然后我们来实际的写几条指令 来点位视觉 试一下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机器人的模式 是否在手动模式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没有钥匙 我们是通过这个点击来选择 这个PLY 就是自动模式 这个就是手动模式 我们要选择这个手动模式 然后检查 电这个 伺服 是否已经准备好 好 在这边已经释放了 然后呢 在实际的视觉器 我们需要轻轻按住这个安全开关 保持电源接通 但是我们在视觉器 在这个模拟软件里 它是默认保持接通的 所以不需要 点击这个安全开关 就是在背部的一个安全开关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机器人已经上电 首先我们用这个轴操作键 首先来移动一下机器人 点击这个 我随便点击一下 X加 点击 好 点击好之后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缓冲区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这里是缓冲区 MovG VG 0.78 点击这里 看一下这里 表示他的现在等待写入的一个指令 叫MovG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插补方式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 后面我们再具体讲解 来切换 我们还是用这个MovG 速度呢 我也改一下 点击选择 把光标选中到下方 在右键 再点选择 输入一个新的指令 就输入个10吧 点击回车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一条指令已经写上去了 这条指令呢 就表示的是当前机器人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移动机器人走到下一个位置 我们这里可以使用这个速度键 将机器人调快 调慢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次来点一下回车 第二条指令 第二条指令又写上去了 这是第二条指令 然后我们再走到下一个位置 走到这里 再走一点 然后再次点击回车 第三条指令也写上去了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这三条指令 点击光标上 移到000这一行 然后将模式切换为自动 这里手动自动切换为自动 切换为自动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start 在实际的视角器是在这个位置啊 有个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箭头 绿色的按钮 也是这个就是启动按钮 绿色的 我们在这里呢 点击这个startstart 的启动 好 我们点击启动 好 这个时候机器人开始运动 它会从第一个点走到第二个点 然后再走到第三个点 在第三个点的地方停止运行 好 现在已经走到了第三个点 这个时候程序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点位视角 好的 本节课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